史瓦基兰国王恩史瓦第三世 10月下旬率团访问台湾 特别安排接见伊甸基金会代表 感谢伊甸基金会喜乐世上合唱团 8月到史瓦基兰制赠盲人首帐的扇行 谢谢我们国王还有我们王室的成员在这里 台湾伊甸它在台湾已经有将近80个据点 帮助很多眼睛看不见的 脚不方便的 智能有障碍的 自闭症的 或者是完全看不见的人 他们自立自杀 吉六个上传 我们特别在这里 要在这里唱丢给我们史瓦基兰的国王 还有我们辛苦的太大使 以及我们所有的王室的朋友们来进 史国国王恩史瓦第三世 在台北京华饭店借鉴伊甸基金会代表 喜乐世上合唱团也高歌一曲 展现欢迎国王来华访问的深切友谊 喜乐合唱团今年8月间 到南非、史瓦西兰等非洲国家宣教演唱 史瓦西兰的亲王不但亲自接待 国王的母亲感受到喜乐散播的爱、勇敢与温暖 当场决定捐出一块土地 希望台湾可以规划在当地设置社福机构 帮助史瓦西兰的身心障碍者及收容艾滋病患 根据统计史瓦西兰约有40%人口感染艾滋病毒 平均寿命仅32岁是史瓦西兰的最大挑战 因为HIV盛行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小时候就失去父母 只要在这里所有的孤儿就是只要父母三方只要一个不在 他们就称之为孤儿 他们家族在社会是一个很重要 比如说通常一个有朋友的人 他可能需要照顾他很多亲戚朋友的小孩 史国国王恩什瓦第三世说 台湾的视障者不但能生活自理 还能发展自我专长 宣扬福音 甚至飞到国外帮助别人 他既感动又震惊 伊甸基金会也特别将身心障碍者所绘制的牡丹画作赠送国王留念